民進黨立委王世堅 日前上藝人臺志願主持的節目 雖然是以吃飯為主題 但節目後半段都在大談柯文哲 也就是說 那我發現柯文哲在進去以前 他有留一段影片 跟比照他過去 其實你已經可以看出他的內心 他的焦躁不安 以及我覺得他心裡 有內疚 從柯文哲民眾黨到高空彈跳 王世堅對整體事件也是有感而發 有好幾段王世堅說到最後 漸漸被消音就網友說第一次有來賓訪談 被逼掉好多段好想聽無消音版 而近期進化成溶積率鬧得沸沸揚揚 更燒到臺北中山著名的景星大樓 大樓外牆掛出我也要840%的溶積的巨幅看板 民進黨議員也若防質疑柯文哲替金華城護航 讓溶積率違法報表的事情是最壞示範 這下大家都垂先三尺也想要啦 恐怕造成各種建案意圖取巧提升容積的風潮 這次新聞高官是您確認台北中的報道